诶 不是 谁打我啊 诶 再打了再打了 我去 小伙伴们 看到没 我这是用神命在给你们证明啊 雪地越野车是真的好用啊 喂 别打了 车都找我冒烟了 我只是做个测试啊 没必要这么真实吧 喂 再打就爆炸了 天天玩游戏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 今天和平精英迎来了首次新版本的大更新 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有所耳闻了 但是老杨这里一定还有你不知道的一些小暗改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次更新究竟有什么 首先是雪地地图新上线的两辆载具 雪地越野车 就是把原来的吉普车改成了雪地越野车 增强了它在雪地上的抓地能力和行驶速度 你们看看啊 就我这车技都能轻松驾驭 再也不怕被敌人偷袭时紧张翻车了 诶 不是 谁打我啊 诶 这打了 这打了 我去 小伙伴们 看到没 我这是用神命在给你们证明啊 雪地越野车是真的好用啊 喂 别打了 车都找火冒烟了 我去做个测试 没必要这么真实吧 喂 再打就爆炸了 刚刚说完了雪地越野车 下面就是另一辆载具 雪地轻型模特 看到没 是不是有点小帅啊 同样 这个雪地轻型模特也是很容易操控的 而且速度和普通模特一样快 说完了两辆新载具 我们再说说这次的枪械更新 和平经营里新上线了一把冲轰枪 MP5K 它和维克托装的配件一样 一共可以装五个配件 个人测试后感觉弹道不稳定 有点飘 所以不推荐新手玩家使用 而且这把枪只在雪地地图里刷新 另外其他的小更新还有 UMP9改名为UMP45 子弹从9毫米变成了点45子弹 维克托子弹从原来的点45子弹 变成了9毫米子弹 M16现在是可以装战术枪托的了 子弹袋现在可以和98K WIN94 散弹枪共用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官方给出的更新内容了 下面呢 老娘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 你们不知道的小暗感 首先是出身点从空军基地回归到了出身岛 虽然集装箱上的黑色大衣没了 但是还是有满满的怀旧感啊 有没有啊 其次呢 是现在杀人后呢 盒子上的一缕青烟又回来了 这一波改动依然能看出曾经的斥击战场 正在慢慢的回来 还有游戏内的快捷语音帮和匹配选人机制 也悄悄的回来了 不知道细心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呢 话说最近国际服天赋大热的空头洞已经开放咯 趁着这次和平经营的首次更新 我也去空头洞附近转了转 但是发现空头洞依然没有在国服开放啊 不过虽然这次更新并没有开放 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和平经营一定会开放空头洞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和平经营新版本的所有内容了 小伙伴们看到光子为和平经营做出的改变了吗 那些既有特种兵们 你们会回来吗 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